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人最伤越简单越高级 作家三毛曾写道 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 因为真正高级的人 精神极简 不忙从于金钱地位 功名利禄 内心风盈 拥有生命最高层次的从容和本质 境界越高的人 获得越简单 一,简单 是人类的至高境界 宋代禅宗大师 亲缘为信 曾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 也是人生的三种境界 未参禅时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即至后来清见之时 有个入处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而经德克修歇处 以前见山只是山 见水只是水 人生最初的时候 看问题很简单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这就是人生的第一重境界 是我们凡夫之见 见假象 然而 人越长大 就觉得世界复杂 发现很多事情的表象背后 藏着不为人知的规则和秘密 这就是到了第二重境界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是心眼见到 见真相 但人见过千山万水 越人武术后 才恍然觉悟 色空不恶 真假皆不可得 人生终要反扑归真 这就到了人生的第三重境界 见山只是山 见水只是水 是彻底见性 从简单到复杂 是上半生的成长 从复杂到简单 是下半生的修行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做减法 去除取经 三繁就减的过程 简单 就是人类最终追求的至高境界 二 把问题简单化 是一种大智慧 美国1988年首版的 《谁动了我的奶酪》 至今已经全世界流传 书中讲了两只老鼠 秀秀 匆匆 和两个小矮人 哼哼 唧唧 在迷宫里寻找奶酪的故事 开始 他们找到了一个 奶酪充足的奶酪站 但有一天 奶酪突然没有了 对此 四个小交伙 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行动 小老鼠 秀秀和匆匆 头脑简单 从来不会对事情 进行过度分析 于是 对于他们而言 答案和问题 都同样简单 当奶酪站发生 突如其来的改变 秀秀和匆匆 也跟着改变 他们立刻穿上鞋 在迷宫中不断奔跑 寻找新的奶酪 但小矮人 哼哼唧唧 却不一样 小老鼠们 都已经行动起来了 他们还在 一遍又一遍地 分析局势 花很长的时间 来研究下一步 该怎么办 哼哼那充满信念的 复杂大脑站上风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小老鼠的表现 它也显得不屑一顾 他们只是小老鼠 而我们是聪明的小矮人 应该能够 把这事情搞清楚 当秀秀和匆匆 找到新的奶酪N站时 哼哼和唧唧 还在奶酪C站 省时夺势 沉浸在失去奶酪的痛苦中 人也是如此 想得越复杂 越自作聪明 最后越会聪明 反被聪明误 人这一生 学会把问题简单化 才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 大道志简 认准一件事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坚持做 结果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有的时候 人活得越简单 反而人生越高级 三 选择和欲望越少 生活越自在 有人问 生活太累 如何轻松 生活累 一半源于欲望太多 一半源于选择太多 心理学家 鲍麦斯特 曾提出正经意识的学界理论 自我损耗 说的就是对物质的欲望 带给我们的满足 并不持久 还常常伴随着自我损耗 每做一个选择 就会损耗一点心理能量 每消耗一点心理能量 你的执行功能就会下降 我们的生活中 多数的无用社交 冰箱里堆积如山的食物 衣柜里没有穿过的衣服 使用过一次的健身房会员卡 这些其实都是在损耗 我们的心力和能量 一个人心灵的空间是有限的 只有生活足够简单 心灵才能拥有开阔的空间 盛放生命里更重要的东西 当生活被物质和选择填满 压力和负面情绪越来越多 谁又能活出生活本身的模样 内心真正富足的人 从不炫耀拥有的一切 他不会告诉别人开过什么车 去过什么地方 因为他对这些身外之物 并不那么在意 很多时候活得简单 自然一点 我们才有时间感受自我 自在生活 一花一世界 一目一浮生 真正生活的智者 总能在简单的事物中 找到自己真正需要 真正喜欢的东西 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愿往后余生 我们都能在世界繁无理 保留内心的本身 以简单的心态 风云充实的精神 过高级自在人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请不吝点赞